你向往成为英雄吗? 你、我、每个生命都是偶然的被抛在这个地球上 如何过好这由且仅有一次的地球探险之旅 成为掌控自己人生的超级英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漫威电影 里面有很多的英雄人物 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中也有很多英雄 他们充满正义、英勇杀敌、拯救世界、让人敬佩 那么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英雄 有固定的母本吗? 美国的顶级学者约瑟夫·坎贝尔 通过对神话数年的研究 惊奇地发现 所有的英雄成长的路径竟然都是相同的 并在《千面英雄》这本书中描述了英雄成长的三个阶段 一、启程 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未知的超自然的神奇领域 二、启蒙 在那里遇到困难 也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归来 英雄带着这种力量 从神秘的冒险之旅中归来 赐福于他人 重要的一点是 英雄并不是一出生就是英雄 而是经历了以上各个阶段的历练以后 才能成长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英雄之旅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的成就者都有着几乎相同的轨迹和人生脉络 我们如果想不枉费这一趟地球旅程 就应该好好研读其中揭示出的密码 去规划自己的人生 普通人的进阶之路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启程 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知名作家周国平说过 一个人无论伟大还是平凡 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 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 所以我们要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 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二 经历 在磨练中成长提升能力 英雄在冒险之旅中 往往会经历一次或者多次的失败 我们可以称之为掉入深渊 这是一个千辛万苦的过程 英雄们需要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 想尽千方百计 吃尽千辛万苦 然后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坚持和等待之后 会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从而东山再起 我们面对生活也是如此 在困难和苦难中历练成长 等待涅槃重生 三 觉悟 进行自己的人生之道 王阳明曾说 自己以前也会适才傲物 虽然逐渐被世事磨平了一点 但还是不够彻底 直到农场三年 受到了很多想象不到的苦难 终于开悟了 这就是农场悟道 我们普通人也是如此 当我们经历过山渊 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会逐渐里悟人生之道 然后才能与道同行 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就像罗曼罗兰所说 真正的英雄 是那些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 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最后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不枉费这一趟地球之旅 在人生路上 做自己的超级英雄 好啦 有收获记得点赞 我是林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